每逢周三就是今天 大爱五安新闻都会由资深气象专家毛正气博士 带着我们长知识 今天是逢美语记第一道滞留封面报道 把时间交给毛博士 全球观众好 我是毛正气 台湾五到六月的时候会下雨 那为什么会下雨呢 其实就是今天的主题 美语 那在讲美语之前呢 我必须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台湾附近的两个气团 一个是冷气团 一个是暖气团 而台湾呢 身处在中间 冷气团发威的时候就在冬天 一波一波的寒流袭击在台湾 大家都觉得好冷 在夏天的时候呢 太平洋的暖气团发威 高压笼罩台湾觉得好热好热 所以呢 在四到五月之间呢 这两个气团呢 一个慢慢的削弱 一个慢慢成长 两个呢 就发生冲撞 就是我们说说的滞留封面 美语了 那在讲美语之前呢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滞留封面 滞留封面呢 就是这一条 各位看到这条线 那在大陆呢 有一个冷气团 在大陆上盘踞 那在太平洋上面有个暖气团盘踞 两个气团呢 互相交互的作用 产生滞留封面 那滞留封面产生的地方呢 就有非常多的雨量 如果加上西南气流呢 层层地用上暖湿的空气 补充这个滞留封面 那台湾呢 在五六月的时候呢 就是到处都是下雨 好雨片片 那我们来想想到 到底这个滞留封面 是怎么产生雨的呢 这张图呢 很清楚地告诉各位观众 冷暖气团它的交互作用 产生雨的一个原因 暖气团呢 带着非常暖湿的空气 在碰到冷气团的时候 暖空气碰到冷空气 就会造成暖空气的雨滴凝结 在空中生成了非常多的云 那云累积足够了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下雨 那正好在梅雨季的时候 这个梅雨封面呢 就在台湾的上空 造成台湾的下雨的情形 那这张图呢 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梅雨封面 在中国大陆左右 并没有到台湾 如果各位观众还记得 前一张图的时候呢 这个梅雨封面呢 是横让在台湾的上空 而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 那这张封面呢 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空霉了 那什么是空霉呢 怎么造成空霉的呢 说实在造成空霉里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大陆冷气团太弱 没有办法往下走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太平洋的高压太强 它阻止呢 冷气团往下走 不让它到台湾的位置 第三个呢 也就是五月中旬之后的西南季风 带着强劲的风霉呢 也把这个风霉往北走 所以呢 会造成风霉呢 迟迟没有下来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空霉了 我们住在台湾的人都不希望有空霉 为什么呢 因为梅雨带了足够的雨量 给我们台湾 我们需要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希望能够有足够的雨量 来这个灌溉台湾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农作物 还有我们的生活用水无缺 在同个时期呢 有两种雨 一个叫做春雨跟梅雨 大家能够分别什么叫春雨 什么叫梅雨吗 这两张天气图明显跟各位解释 什么是春雨跟什么是梅雨 春雨的时间大概是三四月 甚至五月初的时候 我们看这张天气图 这是呢 两个气团在交换的季节的过程之中 它下雨的情节是沉壮降雨 古诗有一个叫清明时节雨纷纷 那所以呢 也就是描述春雨的情形 但是呢 梅雨就不同的 梅雨是明显的两个气团互相碰撞 产生的强烈性的对流降雨 它不是绵绵细雨 而且它是又大又急的降雨 甚至会有闪电 会有刮风 所以呢 它两个雨呢 虽然都是降雨 但是它降雨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那台湾整个雨量分布 这张图呢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台湾雨量呢 一半呢 是来自台风 那11月呢 到4月之间呢 是属于冬雨跟春雨 它占了四分之一 单单两个月的5到6的梅雨呢 就占了四分之一 所以呢 梅雨的雨量呢 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梅雨只提供雨吗 只有这个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吗 并不是的 因为呢 梅雨呢 它又急又强的降雨 如果呢 还有旁边的因素 让它造成的这个 及时强降雨的话 那其实呢 这个梅雨对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各位常常在新闻上 可以听到一个名词叫 自灾性梅雨 那自灾性梅雨 到底是什么样产生 跟一般梅雨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 它的梅雨的封面 要结构非常的完整 带着大量的雨量 同时它西南汽流呢 也大量的雨量呢 补充梅雨封面 所以呢 让这个封面滞留台湾 三到五天 然后各地区都造成豪大雨 那同时呢 闪电 刮风 打雷都一起来 那这种情形之下呢 就会造成我们许多地方 排水不凉 或者是呢 我们高山地方呢 受了大雨的冲刷 让草石非常的松动 容易造成了山崩 土石流 还有地方的积水 所以当各位观众 听到新闻广播说 有自灾性梅雨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把水沟输清楚 落叶呢 把它修减掉 同时呢 要远离会有 这个土石流的地方 这样才能够确保安全 那今天就介绍 那我们也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